看着你的色脸 轮廓心里隔着 还能醉痛时刻 在哪儿 全机馆见 你怎么回事 大半夜折让大决 你喝酒了 我们好像从来都没有 正式地好好打一场 你不觉得你很自私吗 你疯了吧你 是 你不自私 在你得到自己的幸福之后 你不让你姐得到幸福 李景良你说什么你 你记不觉得你说过一句话 你说 姐姐 能不能一直单身 不要谈恋爱 不要结婚 永远陪在我身边 就因为你这句话 你姐这么多年来 拒绝了多少人的好业 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可悲吗 是啊 你是有病 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惯着 可是我们呢 谁来管我们的心情啊 你 是什么 当年失去父母的 不只是你 还有 声誉 还有 还有声誉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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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受伤了 你没事吧 你把他怎么着 姐 咱俩都想要好好聊天了 今天只说是我 你真的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他都跟你说了 为什么 喜欢他为什么不跟他在一起呢 对我来说 没有人比你更重要 明天我就可以去跟他分手 姐 实话实说 你恨过我吗 没有 我恨过你 我大概 八岁那会儿吧 你跟我说你要去寄宿学校了 你记不记得 然后 我当时都不知道寄宿学校什么意思 你就跟我说 明天姐姐要去寄宿学校了 我说好 我一想起我姐姐要去一个挺好的地方 我就觉得很开心 然后第二天早上一起来 忍不住了 晚上放学也没有回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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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天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也没有回来 整个屋子里 就剩我一个人了 那个时候恨过你 受伤也好受很多 试试 我都记得 你说我姐姐也太小了 对不起 所以姐姐不会再做第二次这样的事了 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姐姐都会陪你的 这的事了 你真的没有恨过我 你真的没有恨过我 真的没有恨过我 你真的没有恨过我 真的没有恨过我 我 esempio 有一些人 感谢观看